大家好,朱春奧 今天的十大酒水失敗案例 講的是酒美金 被海關捉到 事發於9月27日上午8時 一名澳門男子經拱北口岸 呂檢大廳無身報通道過關時 關員發現他神情可疑 並且有意用背囊遮住自己的肚子 所以將他截停 經進一步查驗 關員從他的腹部大腿內側位置 查獲利用彈力崩帶和保鮮膜綁綁的20搭美元燃鈔 經清點共計20萬美元 折合人民幣140萬3千元 公佈資料沒有提到 他是將錢帶進去還是帶出來澳門 好像是帶出來澳門 不過廣北海關也提醒 其實燃鈔屬於限制進出境的物品 進出境的旅客攜帶的人民幣現鈔超過2萬元 或者外幣現鈔折合超過5千元美元 是要申報的 看這位阿叔 賺錢賺得挺漂亮的 不過可能神情實在太緊張被揭發 今次抓到帶這麼多錢 應該都未必是全部沒收的 可能是退回去內地和罰他錢 其實以往那些人把錢運出來 通常都是透過地下錢莊 可能現在都會抓得七七八八 所以那些人選擇找水客用人肉帶錢機 把錢帶回來 其實每個國家和地區 對於現金過關都是有規定的 你去日本也是不能帶太多錢的 具體我就不記得了 去香港如果你好像是帶超過15萬是不行的 還是12萬呢 我忘記了 所以大家過關的時候 都要記得 不要帶太多錢 否則被人查到就麻煩了 好這一集就先 你們都想知道情環是否很漂亮